zeros rése� 世界好亂 有你在就 心乱 时间匆忙 谁能放慢步伐 人生无常 总要学着 健忘 我们都受了点伤 才敢坚强 你是阳光 温暖成片海洋 在我前方 守护温暖的家 拥有后视肩膀 何许摇摇翅膀 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模样 哦 爱是这样 哦 带我飞翔 今后我住在你心上 做你最甜蜜的牵挂 哦 爱是这样 你是阳光 温暖成片海洋 在我前方 守护温暖的家 拥有后视肩膀 何许摇摇翅膀 平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模样 哦 爱是这样 哦 爱是这样 哦 带我飞翔 今后我住在你心上 做你最甜蜜的牵挂 哦 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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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真的是纯元创的一个故事 然后它是一个 出发点是想要做一个 听什么的故事 就是希望观众可以 多关注特殊儿童 然后我们同时也延伸到一个 故事是 这个主人公 他除了有这个耳朵问题 他还有 他是一个音乐家 就是那个 比较冲突的一个人物 然后到后来 怎么样去了解自己 接受自己这个情况 到走出自己的 一个音乐家 飞鱼人家 知道他是 这个过程 然后同时在这个心里面 会出现很多 大家可能忽略到的 一些知识 比如说 怎么会有这些 这批音感 比如说 怎么对他们 里面有一些 启示啊 等等一些 一些 刻谱的人 我是觉得这个是 第一 它是原创的 然后所以它 它 胆子很大 就是它有一个冒险精神 因为它其实是很多 给大家很多 正面的讯息 正面的 教育意义 然后 因为里面 不容易拍摄 因为这是一个音乐题材 古典音乐题材 那里面有很多需要 演奏乐器的部分 然后 我已经学了很久了 已经学了两个多月 再开拍前 但是一开拍以后呢 你要乐器哦 你停下来 你就会 你就会生 所以你每天 拍完这些 还是要去 不停地练习 就算它没拍 我从事学钢琴跟小提琴 还有指挥 然后就 就知道那个其实很难 我们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国内很少人 拍音乐题材 做背景的电视剧 我们是胆子还蛮大的 然后就 也一步一步一步 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 让我们一步一步 试着去 去闯这些 来观 请不吝点赞